我 江南知道吗 知道 我没见过 自老江东走了以后 他们家的产业 就落在我跟江南身上了 你还能跟江南合作 是啊 我们一直合作 他们关系挺好的 我姜楠這個人啊 姜楠這個人啊 性情重人 人非常好 但是對於姜氏家族來說呢 我跟姜楠屬於新人吧 那份產業 姜楠找不出 對於我來講呢 四號啊小公公呢 我不感興趣 但是我覺得你是把好手 我想你們倆合作 把開洋的這份 產業穩定下來 老姐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好的創業問道 所以我就先斬後奏了 替你約了姜楠 你們聊聊 兄弟 這事不行 老金 我覺得呢 作為一個男人 首先他得有事業 你有了事業根基 走到哪兒都不怕 咱不能幹一輩子麻煩了 你呢先找姜楠談談 不一定能成 我知道 你擔心金爺那邊 我不是個多話的人 反正如果我是金爺的話 能看到自己手裡的兄弟 獨成一片天 我會挺高興的 你這也是為金爺擴充勢力啊 不對嗎 你考慮考慮 明天下午五點 江南在這兒等你 不勉強 來不來全看你 服務員 好 能哥 我哥那批貨 現在怎麼樣吧 錢剛收到 剛收到 行嗎 行嗎 讓他跟金爺見面的時間 越短越好 好 金爺會來嗎 肯定回來 嗯 南哥 走吧 南哥 请 来 小姐你出去 有事我叫你 来来 芊英 南哥 你好 你怎么回事 今天我们顺利完成了 诱补金小杰计划的第一步 看来江南还挺配合的 今天这个场景 可能令他想起了以前 所以看上去十分平静了他 下一个阶段 就要看丁少豪了 金海明天什么时候去共产 大约十点来钟 每周一三五都是这个时间 小心不活 各位 台长亲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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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百齐 百齐你 这儿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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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顾问 装什么货 新产品 刚下线呢 新产品 对 丁老板说有个大客户要的急单子 不是说新机器还没完全到位吗 客户单子下着急 丁老板把旧厂的几台老设备 拉过来先凑合着用 等新机器一到就换 金棍 不是 你 这 这 这 金棍 人家客户要的货都是有数的 喝了 陶儿 老杜 金海刚刚离开 进展顺利 苏可孙爹可以准备了 金海电话 进 喂 老金啊 我正往办公室走呢 你一会儿过来 麻烦就到了 你一会儿过去 你好 哦 请你一会儿过来 我好了 我一会儿在你 我呢 这 所有人都一会儿过去 我看我 你都对了 然后看我 一个月后才能生产出来吗 什么意思 没什么可解释 被你看到了 你拿金爷的钱 做自己的生意 金爷那边的货 你迟迟不给 这边都生产出来了 兄弟 你年轻有为啊 怎么着 我够了 严重 不严重啊 你这是吃里扒外啊 你干嘛呀 大白天的 把钱放下 放下 你能杀我吗 为什么不能杀你 杀了我你给金爷做这个 实际的 想看看 一点 Tact care 这什么 解人 就是困难的 她想把你 我罢了 你 他知道 听闹rü 你知道 导播 可以 他带来 听启indust dob 你 韩 weil 你一个人 还有一个月时间呢 一个月以后我把货做出来 交给金爷不就行了吗 我觉得 这事可以争执言闭执言吧 咱得为自己考虑一下 老子言 说句心里话 我一直敲得及你 我算你一份 这样 我跟金爷合作之前抽的货 跟合作以后我瞒着他抽的货 我都分成三份 你一份 我一份 江南一份 江南 他也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 原来你们一直 我跟江南联手 灭了江东上尉 三个月以前呢 我们借金爷的资金扩充了自己的力量 我跟江南联手 现在我们邀请你金海 祝货 兄弟 你胆子太大了 你不怕我把这事汇报给金爷 你可以去汇报了 但你得想想汇报以后的结果 你现在人在开养活的地盘 你不是在这儿吗 你是进了重新了 但命留在这儿了 不值得 你好好想想 明天下午五点 我跟江南在驸马楼等你 如果你来呢 就算你入伙 如果不来呢 就算我什么也没看见 一言为敌 中文字幕的 decir 老杜 剑海那边怎么样 你们可以收对了 头儿 确定 确定 一切正如我们所料 秦凯没有选择与丁少华合作 这会儿秦凯也没有出门的意思 对 不过他打了个电话 找了一家私人侦探 在调查丁少华与江南构结的证据 好 尼玛让跟他雇佣的私家侦探联系 请他配合 好 尊敬苏可 收到 收对 收对吧 钱我会尽快打到你账上 是 诱苦金小杰的计划 已经顺利实施到第二阶段 现在 我们要向第三阶段推进了 双反间计 怎么了 不妥 妥 但够你忙的 是你的包子理论启发了我 谁的包子理论呢 你的 你们的 金小杰把五个包子分给了你和金海 让你们一人掌管两个半包子 如果金海说你抢了他的包子 而你又说金海抢了你的包子 金小杰绝不会放弃这五个包子跟你们俩 那么 他会怎么做 他会铤而走险 钻进你的拳头 但我说的是可能 不一定 为什么说可能 我说过了他的变数多呀 我也说过 你的变数也多 那你呢 也不变应万变 是 聪明 那你说要是把咱俩放在一块做事的话 这识别是不是就快了 所以这 这个人类世界是正义的 谋高一尺大高一丈 有糟蹋这个世界的魔 就有拯救这个世界的道 你在拯救世界 说大了 我是在要求你无条件的配合 你说的不对 我是自愿的 发自内心的 我特别希望你能成功 但我的目的不是为了拯救世界 我就想看看金小杰 像我这样 蹲在这儿 等着审判 等着爱枪子 不好意思 赵刚 把我砍好了 别让我跑了 就算你跑 你能跑到哪儿去 这是在中国 拍摄 还要什么愿吗 不用了 谢谢 台湾 还有什么愿吗 不用了 好 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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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哪来啊 中国 中国 我也是中国的 你是从中国哪来啊 四川绵羊 听你的意思 这儿是不是有我的老乡啊 这儿好像有 好像也没有 我每天只管送音八方来客 这儿每个都记得呀 你从中国在干什么呀 找人 照片上这个人你认识吗 照片上这个人 照片上这个人 见过 行仔嘛 跟金爷混的 前一阵子经常来 不知道怎么着 这阵子不来了 我欠你一句 没有我们这儿混的人 都是刀口上舔血的人 你找到他 也未必是你的运气 他呀 多半也废了 谢谢你啊 麻烦你我想再问一下 除了这里 他们这种人 还能去哪儿啊 不仅仅问一下 他这个人 我还能修训 我还能修训 你俩旅行 你俩和我 要把天儿拿起来 你俩的 你俩搭了 你上哪儿去了 电影都快开眼了 是不是路上堵车嘛 对不起 听说你要找邢天宇 是啊 怎么了 你跟他有什么关系 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想找邢天宇 跟我们一起走 闭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别动 回去告诉邢天宇 韩雪芹来找他履行婚约 说吧 那娘们说是来找邢天宇的 还说是她的未婚妻 她身色很好 而且还有枪 我看她肯定是公安 公安 公安 比你们极高一筹的就是公安是不是 回家伙镜子去 被一个娘们受试成这样 你们还要不要换 说 怎么跟那姑娘结上伙的 又是见色忘衣 金海不在 你们一个一个的都反了是不是 老师 滚 滚 滚哪 老师 金爷 少华 我想跟您汇报一下工厂的进度 行了 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凡是跟金海商量把握 您的风湿 最近天气不错 没犯 算是老天爷想让我过几个月的好日子吗 少华 我们这么远通此电话 你不会是想跟我讨论我的风湿问题吗 金爷 有话直说 你知道我这人的性子不喜欢拐弯抹角 有关金海 金爷 我给您寄了两张照片 您看了以后 以您的智慧应该明白 等我拿到照片再通电话 不出两天 金海一定会跟金小姐联系的 不出两天 好 有点 坐 立正 可以 不断 可以 可以 就你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种的放了我 说 谁派你来的 我自己 你还想蒙我 你一个女人哪有那么大胆子 有种的让邢天宇来 听他怎么说 你还不肯说实话 我说的全是实话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 你是警察派来的 我不是 我是自己来的 看你能硬到什么时候 咱们走 我们刚刚让国内的朋友查了查 这个女的的确叫韩雪晶 四川绵羊人 在老家开了一家 维修电脑的小店 所以对电脑很在行 他现在怎么样了 就死活咬着 他是来找邢天宇的 这边刚有点事他就来了 怎么会这么巧啊 好 你们走吧 先看着他 是 靳远 丁少华那边 一切顺利 靳远 怎么了 丁少华工厂建设的 进度没什么问题 可进展有些缓慢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叫进度没有问题 但是进展缓慢 靳远 靳远 靳凯 你去了凯阳以后 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 说话这么讲究技巧啊 不是 算了 靳远 我不多说了 我给你寄几张照片过去 照片 对 你要看了照片 就应该什么都明白了 行 看了照片再通电话 保重身体经验 陶 金海刚才跟金小杰提到了丁少华的事 还提到了一张照片 知道了 加强对金海的监控 谨慎点 不要出差错 明白 雷仔 星天宇现在关在哪里啊 你好 今天怎么了 来这么早 我来得早了你还不高兴 谁不高兴了 我可从来没不高兴过 你等我一会儿 我洗个头 我帮你 今天怎么了 总动要求把我洗头 没怎么 不是赶上了吗 走吧 怎么样 我干起还不错吧 嗯 凑合 有件事我想和你说一声 什么事啊 今天接到通知 是 从下周起 我要借掉云南工作一段时间 云南 别动 全没 对 领导说了 最多半年 同快就回来了 那咱们婚礼怎么办 等我回来 可是下个礼拜约好去拍婚纱照的呀 婚纱照不就几张婚纱照嘛 我想好了 咱们一会儿下楼盘 你看怎么样 那多自在 嗯 好了没有 等一下啊 捰好 还准备好啊 茄子 来 来 来 我去吧 星仔 你受委屈了 把衣服换上 一会儿我们出去吃饭去 没听到今夜说话吗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 是 上批四十公斤的祸失了手 我对你是有所怀疑 你怀疑我就把我给磅了 事实证明我的怀疑是错误的 有问题的是高楼高 那你找高楼高算着 既然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 我们大家还是好兄弟吗 我当不起 星仔啊 这气话就不要说了 以后还有很多事情 需要你挑大梁呢 好了 好了 星仔 吃饭去 对了 还有个朋友 我正好让你见一见 走吧 这个就是你们说的那句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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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说没有 谁拨机来的 说 我说一千崩了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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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开 沈天宇 你这个没良心的 你不是答应我很快就 跟我回来和我结婚吗 可是一走一点消息都没有 你连电话都不打 那个碰手机还换了号码 你什么意思 你想甩了我吗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有别的女人 你是不是有别的女人 你说呀 我告诉你 你这辈子都被想甩了我 我就是变成鬼也要缠着你 你说话呀 你说话呀 你胡说什么 你一个女人不好好待在家里 整天乱蹭乱跑 你想什么 靳远 她就是我说起的女人 你说起什么你 你说起谁你 来 放上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之间的事还没有结束啊 哎 我也以为离开家乡就结束了 没想到她就来了 哎呀 不要 去 我去 你 我去 我去 你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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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么晚了 为什么还不睡觉 我在思考一个问题 你思考什么问题 我在想 为什么妈妈说你是一个温柔的人 妈妈 韩雪晴 现在可以不叫妈妈了 我习惯了 爸爸 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睡吧 爸爸 我有点想他了 你呢 快睡觉 大家都开心一点 我们几个老乡 能在一国他乡坐在一起 真是缘分不浅啊 我建议 咱们共同举杯 先干了这一杯 来 来 一块 韩小姐 刚才天宇是在跟你开玩笑 有这么开玩笑的吗 我根本就没开玩笑 秦天宇 你讲话要凭良心 良心 我承诺你什么了 你说过要跟我结婚的 男女谈恋爱时 胡说八道 你也信 行天宇 韩小姐 你别激动 听我说一句 你 天宇啊 不能跟女人这么说话 靳也 你器重我 相信我 我很感激 既然你已经打消了对我的怀疑 放我出来 我只想替你把每件事情做好 至于女人 我不想 韩小姐 看来 看来 你对天宇的感情够深的 可你知道 她目前做的是什么买卖吗 我不管 反正 我死活都要跟她在一块 像你这么痴情的女人 是不多见了 那你能说说为什么吗 因为 她爹死的时候 拉着我的手对我说 让我照顾她 我答应了 我说到就要做到 真是经过不让虚美啊 这么说 天宇她爹死之前 你也在她旁边 当然了 她爹得的是什么病 肺癌 要不是答应了她爹 这种人 打死我也不会理她 你对我前进 你对我前进啊 你对我前进啊 韩小姐这样的女人 你上哪儿去找我 静也 你知道干我们这行呢 女人就是累赘 秦天宇 我怎么成了你的累赘了 你说清楚 我怎么成了你的累赘了 你说话呀 你说呀 对不起啊 你们二位 先慢慢聊 我接个电话就回来 对不起 走 秦天宇 我怎么成了你的累赘了 你把话说清楚 你到底做的什么生意啊 你甭管 你必须把话说清楚 要不然我死都会缠着你的 我告诉你 我干的是掉脑子的活儿 你最好明天我滚回老家 别给我丢人现眼 你终于说实话了是吧 嫌我丢人现眼了 我告诉你这辈子你想甩了我 没那么容易 我这次出来已经把电子都卖了 我既然来了就没打算回去 你听明白了吗